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Example 1.5 那Example 1.5在这边是要我们求收它的Transfer Function 那在这边放大器的输入端 有一个输入电阻 在并连一个输入电阻 那这是在输入端的地方 那输入端一样是 它会等下电路了 一个电压在串一个输入电阻 那假设它去推载 推一个RL的负载 那输入端是VS的电压 加上它的圆内组是RS 那这个电路你去看它是一个 一个电容嘛 所以它是一个单时间长数的一个电路 对不对 那它是LowPath还是HighPath 就直接从这样架过去看 你们觉得它是LowPath还是HighPath 它应该会是一个RowPath嘛 对不对 因为你看这里它是有一个电容嘛 那电容你如果频率比较高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试做它会怎样 主抗就低嘛 所以它在短路 那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它短路掉 那短路掉你就没有VI了 所以相对的没有VI你就没有VO 所以从这个架过上你大概可以推测 它应该会是一个LowPath 这样的一个特性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一个 那首先我们看 VI的电压 就是输入端的VI电压 那会是VS这个讯号源在Rs电阻跟这个输入的impedence之间的分压 所以VI是VS等于VS再乘以Zi加Rs分之Zi 那我们知道Yi会是1除以Zi就是你的admittence是impedence的导数 所以我们也可以写成这样Yi VI会是等于VS再乘以 这个你就都把它除以Zi 那就变成1除以1加上RsYi 上面这个就是用admittence来写 相对的看起来会是怎样 比较简洁 所以把Yi带进来 那Yi在这里会是多少 R1分之1再加上Sci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VI是VS 然后再乘以1加Rs乘以中国号 1除以Ri再加上Sci分之1 好 那VI跟VS的关系知道了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怎样 VO嘛 VO这部分 那VO是μVI 就是放大倍率是μ倍 然后再乘以Rl分之1 然后再乘以Rl分之1 所以乘以Rl分之1 所以VO是这个 μVIRl除以Rl加Rl Vol 那VIVS这里是再把这边这个 在把它整理出来 就 把 RI分之Rs NCI RSRI 除以 RS 加 RI 这个应该,这里有一个挂号才对来 这里应该要有一个挂号 这样写可能会误会 你们如果有讲义的,你们可能自己除以下 好,所以现在 VI用上面这个把它带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VO比上Vs 会是μ 那这个是这部分写下来 1加RS 除以RI分之1 那么再乘以 1加上 RO 除以RL分之1 那是这个分子分母,你把它除以RL就变成这个式子 那 这些都是怎样 实数的部分,就是跟频率无关 那你跟频率有关的,就只有后面这一项 所以后面这一项是 1加SCI 然后乘以RS 加 RI 除以RS 加 RI 那其实这一项就是怎样 RS并联 RI 就是这个电容它所看到的等效电阻 其实就是这两个电阻并联 好,所以时间常数就是多少? CI再乘以RS并联 RI 就输入端 因为电阻只有在输入端有嘛 所以输入端这里的时间常数就是 这两个电阻并联再乘以这个电容值 好,那我们讲它是一个LOW PASS 低通 所以在频率等于0的时候,它会有最大值 比如频率等于0的时候,这个电阻的效应就可以忽略掉 所以频率等于0的时候,这一项就等于1 这一项就不看 那这时候你的 正义 K 它定义是VO比上VS 在S等于0的时候 所以它就等于 μ再乘以1加 RS除以RI分之1 那再乘以1加RO除以RI分之1 那Omega0 就是它的转角频率 就是到分之1 那等于多少 CI 乘以RS 并连RI分之1 那这是A的部分 就是把transfer function这些把它算出来 那B这部分是 给一些数值 然后去计算一下它实际上的 K Omega0 还有F0是多少 然后最后算出这样的数值 它的transfer function是怎样 那这边它给的数值 RX是给20K 那RI是100K 那RO是200 那RL是1000 那μ给的是144 所以这样算出来 你的K值是多少 100V per V 比如在低频的时候 它的增益是100倍 OK 那Omega0 那Omega0 是Ci 乘以RS 并连RI 那Ci 给是给60个Pq 那Rs 20kΩ 那Rs Rs 100kΩ 好 所以现在算出来 它Omega0 刚好是 10的6次方Rat per second 所以相对的F0 是Omega0 除以2π 所以出来 是等于 159.2kHz 这个部分有些大小血有点崩掉 所以你的Omega0是多少 10的6次方 那你的增益呢 只有的增益是几dB 100的话会是等于几dB 40dB 对不对 所以它的Umitigame Frequency 就是单一增益频率 就是我什么时候我的 电压增益会变成1 那你转角频率是使得6次方 那单一增益频率就是怎样 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增益乘以怎样 转角频率的 所以是100xOmega0 所以是等于使得8次方Rat per second 还是等于15.92MHz 那我们刚才有讲过 你经过一个转角频率 它会 增益会下降20dB 每10倍频嘛 所以在这里 40dB 刚好会下降两个10倍频 所以会差100倍 所以10的6次方再升于100 就是这样 它的单一增益频率 然后到0dB的时候 它的频率值 是等于这个 好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 随时负方选算出来 那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 有 你的低频增益是100 那转角频率是10的6次方 所以它就是100再除以1加J Omega 除以10的6次方 那这是V部分 好 好 那些部分是 由这里不同的Vi 那去找出它的Vo是多少 好 那虽时负方选 我们知道它是哪一家吗 100再除以1加J Omega 除以10的6次方 好 所以当Omega等于100的时候 你把100带进来 那这时候 现在变成多少 100加上1加J 那100除以10的6次方是多少 乘以10的-4次方 所以这一项 跟1来比小很多 你大概可以把它忽略掉 所以这时候你的正义就是大概是多少 100 那这时候相会讲呢 是负的Atenant 使得负4次方 所以大概是等于0度 所以这时候你的Vo就是等于多少 0.1乘以100 所以就等于10sine 10的平方t 就现在你的phi角是等于0 好 那如果是10的5次方呢 Omega 就是等于10的5次方 所以的per second 那你在这里就是带10的5次方进去 那你去算 真正去算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怎样 现在你的正义会变成99.5了 那我们进市的时候 如果把这个忽略掉100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误差 好 那你的相会讲呢 是负的Atenant 0.1 所以现在是负的0.5度角 0.5度 然后它比输入落后 这样 5.7度 所以这时候你的Vo就是等于多少 0.1再乘以99.5 所以是9.95sine Omega 是10的5次方t 然后现在多一个相位角是负的5.7度 所以那再 减掉5.7度 那如果是Omega等于10的6次方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的 争议的大小是100再除以更好2 所以是多少 70.7V 那用dB算的话刚好是能于 37dB 比如我们刚才讲100是40dB嘛 所以它比100 少了3dB 剩下37dB 那 当Omega跟10的6次方一样的时候 你的相位角 刚好是等于负的45度 所以这时候 Vo 就等于7.07sine 10的6次方t 然后再减掉相位角是 45度 那Omega等于10的8次方的时候 那10的8次方跟10的6次方差100倍了 那差100倍的话 其实你可以 怎样 几乎把这个忽略掉 那把这个忽略掉之后 现在怎样 分子是100分母也是100 所以你算出来的你的 正义大概接近是1 那相对的现在的相位角呢 是负的Atenant 100是等于负的89.4度 所以几乎是怎样 相差90度了 蛮接近的 所以 现在Vo of t 就等于0.1 就政府一样大 就输入跟输出一样大 只是怎样 输入跟输出相差是差了 负的89.4度 又将近相差是90度这样 好 对这个计算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下面是讲到就是 我们如何经由频率响应 这样去分类放大器的种类 那在这里大概可以分做两个主要的类型 比如你如果是用怎样 电容偶合还是AC偶合这样的一个放大器 那所谓电容偶合还是AC偶合主要就是怎样 你在你的讯号的主要的传输路径会怎样 经过电容 那在这里电容的目的是怎样 把你的直流讯号把它隔离掉 以后你的偏压的部分 经由电容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隔离掉 但是讯号它透过电容 假设这个电容很大 那你讯号进来 这个电容你可以把它试做这样 AC短路 那这就像我们试波器 不是有AC couple跟DC couple 那这个就是AC couple那部分 以后它会把直流阻隔掉 但是交流的部分它可以怎样 过去 所以这些 couple的电容 加上电晶体内部的电容 那它的transfer curve 就会像这样子 以后低频的地方 因为你有电容嘛 那低频频率越低 这电容的主抗越大 所以相对的你的讯号就过不了 所以低频的地方这也会掉下来 那这是因为加这些coupling的capacitor 所产生的影响 那频率变高的时候 这也会掉下来 那这也会掉下来 主要是电晶体内部的那些电容 就本来电晶体里面的电容很小 那很小你如果频率不高的时候 那些电容因为很小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做开路 所以对你的电路就没有影响 但是频率很高的时候 这些电容你不能把它视作单纯的开路 那你必须考虑它的主抗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会让你的争议量 在高频端会往下掉 好那这是如果是用AC偶合的那你可以看到主要差异是在低频端这里 低频端这里会掉下来 那你如果是directly coupled 就是DC偶合 那DC偶合它就没有经过电容 它就直接接过去 所以相对的它在设计上就是支流电压本身 等一下 它必须彼此能互相去配合偏压 所以这时候你去看怎样 在0的地方 它的争议是一个常数 就像刚才的那个Long Pass Builder一样 比如它从0的地方开始过来 那高频的地方因为电晶体内部还是有一些电容效应 那高频的地方它还是会掉下来 那主要的差异就是在低频端 那低频端你如果是directly coupled 那它就会怎样 不会往下掉 那你如果是AC coupled 它就会往下掉 这样了解意思 所以一般你如果是AC coupled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是一个怎样 Man Pass Builder 只是Man Pass Builder就是怎样 它只有中间的频带会过 那高频跟低频它都不过 那相对的高频低频这两个的3dB的距离 就是它的频宽 那有些设计可能会比较宽频 那有些设计上会比较窄频 那这里频率响应的部分 大概就会介绍到这边 那后面的部分就讲到半导体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半导体 它主要就是介于导体跟绝缘体之间 因为它的导电特性不是很好 但也不是非常的差 那一般半导体材料大概会是有两种组成 一个是我们讲元素半导体 有半导体它是由单一个材料去做出来的 比如像希里肯还是Jermania 就锡还是泽 那锡还是泽 本身它都是四价的元素 那都是四价的元素 也就是它周期表的四价 那它最外围有四个电子 那我要把最外围的这个能量位置把它占满的时候 它需要八个电子 所以它就会跟这样 周围四个原子去见解 那四个原子怎样分别都各提供一个电子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 它外围的地方就变成一个怎样 八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有最稳定的一个架构 好 那这是它的一个2D的一个金格结构图 你可以看到它一个锡就是跟旁边四个锡见解 那你如果是用立体的来看的话 它大概会是像这个样子 比如对一个立方体 那它中间有一个锡原子 那它会跟周围的四个角落的锡原子见解 它对应到的可能是这样四个角落 这样看得清楚吗 画得不是很好 就 这立方体的中央那里有一颗锡原子 好 那 另外四颗呢 就分别到这四个顶点的角落 一个是这样 这个对角 那下方的话就是跟它交叉的这两个对角 好 那这种结构也就是钻石结构了 有钻石它的结构也是这样的见解方式 钻石它是用碳 有碳它这样的 经由这样的结构出来 它的组成就是钻石 所以这样的话 我一个跟四个见解 一个跟四个见解 那这样的话它可以这样 可以无限的延伸 那无限的延伸就变成一个这样 金格结构这样 另外还有一种半导体是化合物半导体 那这部分它就用两种元素去组成 两种还是两种以上 比如像三五族 还是二六 那一般我们看到三五族比较多了 那三五族主要像是生化浆 那这种元素跟希里肯它的特性有点不大一样 虽然很像是半导体 那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会是以锡为主 如果锡的话它有一些蛮好的特性 那它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它的光电特性不好 比如说你如果要发光的 用希里肯效能就不好 所以发光的大部分你会用三五族的 天因阿什乃还是其他的一些组成 那改变不同的组成 其实它可以改变一些能系的宽度 那能系的宽度 会影响到它发光的波长 有你的光的颜色 有光电部分 它的主要就是用跨五半导体 三五族这一类的半导体去做 那如果是希里肯 像一些我们用的IC里面的电路 大部分都是希里肯做的 那以晶片的价格来讲 希里肯其实也相对的便宜很多了 因为希里肯相对的会贵很多 好那我们讲 现在就用希里肯加元素半导体来讲 那希里肯元素半导体 我们讲你间接起来之后 它外围有八个电子 那这八个电子 它如果是在能量很低的时候 就温度很低的时候 我们讲绝对零度K 那它会占据在最低的能量位置上面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那最低的能量位置跟下一个能阶 刚好会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那这个我们称作能系 那最低的能量位置 这个的话我们称作valence band Vb 那在零度K的时候 这里全部填满 那下一个能量位置呢 跟它距离 有一段距离 这是condition band 那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你的energy gap 1G 那随着温度增加 这些在Venus band 就是填满的这些电子 有机会获得一些能量 有机会怎样 当它获得足够的能量 跨越这个energy gap 那它会跑到condition band上面来 那跑到传导带上面来 这里就有很多能量位置 所以相对的我如果加电场之后 这些电子就可以移动 所以它就可以导电 那另外在下面的这个电子 跑上来之后 这里会留下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一样 你有电场进来 别的电子可以把这个位置把它填掉 那这个位置被填掉之后 电子跑过来 这里就留下一个位置 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位置 也会随着电场的作用而移动 所以在Venus band这个空位 我们就称它做电动 所以在半导体里面 就会有两种导电的宅子 一个就是电子 一个是电动 那金属里面 它导电的宅子就只有电子 没有电动这样的概念 那在金属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用能带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它的Venus band跟condition band是重叠的啦 也有 假设Venus band是这样 这里是全部填满 但是它的condition band跟Venus band 其实是overlap 也有它这边它就不像这里会有一个能系 所以相对的它就怎样 很容易导电 那那个概念是用电子海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想 所以在金属里面 它就没有电动这样的一个导电粒子 那在半导体里面 会有两种导电的粒子 一个是电子 那一个是电动 那如果是一个intrinsic的semiconductor 就是纯子的半导体 所以纯子就是我里面全部都只有silicon 没有其他的杂质 那这时候就刚才讲的 我如果产生一个自由电子 那这里就会留下一个位置 那自由电子可以导电 那位置也可以导电 那这个位置我们就叫做电动 所以我产生一个电子就有一个电动 所以你电子的浓度跟电动的浓度 会是一样的 电子我们用N 那电动用P来表示 所以这时候如果是intrinsic的semiconductor 那N跟P等于相等 那这时候它的窄子浓度我们称作Ni 这下标就是intrinsic 就是一个存值的半导体 那这时候你电子电动的浓度一样 我们用Ni来表示 是 好 那我们讲 一个是产生 就是你怎样 电子货的能量怎样 会跑到 穿导带 那就产生电子电动队 那电子电动队产生之后呢 电子也有可能怎样 电子也有可能怎样 电子的数目很多 那相对怎样 电动的数目就会变少了 因为电子找到电动 会跟它结合的几率会是这样 一样的 有在热平衡的时候 你的产生跟结合是一样 有所谓的热平衡就是 在聚观上面 你电子跟电动的浓度不再 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那在微观上面 当然它还是怎样 随时会有产生跟复合 只是在整个统计上面来看 来看的话 它是达到平衡 有长时间 有长时间的累积下来的话 它并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那产生的部分 其实只跟什么 温度有关 温度你越高 那你电子获得的能量 越容易获得能量 这样离开架带 跑到传导带上面来 那复合的部分 就会跟电子电动的浓度有关 那这个写在这边 有Ni平方 就是本身载子浓度的平方 它会是follow这样的一个公式 所以温度变化的情形 它会是Vt的三次方 exponential -Eg -Kt 那Eg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能系宽 能系能量 Band-gap energy 那对希腊肯来讲 它是1.12个电子浮特 又不同的半导体 其实这个energy gap 不完全一样 那K是波兹半常数 是8.62乘以10的-EV per K 那V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一样也是跟不同的半导体 也会有不同的一个V的常数 那对希腊肯是5.4乘以10的31次方 这个大概 你们应该不用具备这些了 主要大概了解一下 其实Ni 所以温度的变化会很大 它是一个温度的强烈函数 那在室温下 Ni大概是1.5乘以10的10次方 可希腊三次方 一个立方公分里面有多少 1.5乘以10的10次方格 自由电子电动 在存值的时候 那这边讲到Must action log 就是你的P跟N的成绩 会是等于Ni平方 那这是我刚才大概也有讲到一部分 就是我们讲过你的在一个固定的温度下 那固定的温度下你的产生是怎样 随机的 但是你的复合速率是跟电子电动的成绩有关 复合速率跟电子电动的成绩有关 所以在一个固定的温度下 你的产生速率会等于复合速率 所以在这个温度下面 你的复合速率这个会是一个常数 这样了解意思 就是在对应某个T 那你的产生速率是跟温度有关吗 那产生的速率 对应某个特定的温度是怎样 知道的 那你要热平衡 你的产生速率就一定跟复合速率一样 那复合速率在一个固定的温度下 它会是跟电子跟电动的成绩有关 以后它会是一个常数 就我写一句R好了 recombination 会是α再乘以P再乘以N 这是复合 那它也一定会是一个定值 那当我N跟P都等于Ni的时候 它也会是怎样符合的 以后那就是跟电子电动的成绩有关 所以这个也会等于αP Ni乘以Ni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Mux H 这是在热平衡的时候 对应到特定的温度 那这时候它的电子电动的成绩 会是等于Ni平方 以后电子电动的成绩会是一个常数 那相对的这个也会等于Ni乘以Ni 所以一般我们会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那这个式子很重要 因为这个就可以有特定的 就是你知道电子的浓度 就是你知道电子的浓度 你就可以用这个式子去算 这样电动的浓度 如果Ni你知道的话 那立体1.6是要计算 那立体1.6是要计算 silicon在室温下 Ni的大小是多少 那这个就套刚才的式子 Ni是7.3乘10的15次方 那乘以 刚才的式子是这个 这个 不过这个是Ni平方 是等于Bt的三次方 is potential 物一G除以Kt 所以我如果把它变成Ni的时候 它就变成根号B 然后T的2分之三次方 然后 is potential-1G 除以2Kt 就开根号 所以 后面这个式子 其实就是 这是根号B 那这是T的2分之三次方 那 is potential-1G 除以2Kt 好 那这样算出来 大概是等于1.5乘10的十次方 Kgs Cm3 也就是 你每立方公分 会有1.5乘10的十次方格 那这个量 其实是蛮少的啦 你如果是算它的百分比 因为 因为 以 矽金格来讲 你每立方公分 它大概会有10的 23次方格粒子 有10的23次方格粒子 才产生10的10次方 也有每10的13次方 才会产生1个 所以它的量其实是蛮小的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参查的半导体 那参查的半导体 才是半导体真正有用的地方 那这个我们又称作extrinsic 刚才是intrinsic 存值的 那现在是一个怎样 抑制的 你讲抑制好像不是很好 就是 非存值吧 就是参查的半导体 那参查的半导体 在这边我们讲 你现在是 希腊是四价 所以我如果是参查五价的原子 就是五价 桌子表五价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那一般比较常用的像是0 升 这些 那五价本身它外围有五个电子 对不对 那五个电子四个电子 跟周围的四个原子一样间接起来 所以外围这也是一个八个电子的一个 整个完整的一个能量位置就全部沾满了 那剩下来多一个电子呢 其实你如果用能带着观念去看的时候 那这个电子 其实它的运行半径会是大概跨越四个金格为金格常数 这里一个希腊 这里一个希腊 加一个金格常数 两个三个四个 所以这个电子 其实它会是绕着这样的半径在走 相对的也就是在这边的话 这个电子跟原来的这个原子 它会有一个比较弱的库仑吸引力维持 所以这个电子就很容易得到能量怎样 因为你看这个离它这么远嘛 你要跑掉就很简单 不像你周围的这个就是这样 被它看得紧紧的 所以这个要产生电子电动队 就不那么容易 但是这个电子离它就很远 所以相对的它只要一些能量 它就怎样 很容易就跑掉了 那跑掉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自由电子 可以导电 那这里呢 跑掉之后 这边并不会留下位置 因为这里八个位置还是都是占满的 只是这里八个位置里面有四个电子 是属于这个原子的 那这个原子它是五架 所以它有正五 然后外面是负式 所以这样的话 这里整个来看它就是带一个正电 以后它就解离掉变成一个正离子 所以我加入五架的元素进来之后 你可以产生电子 但没有产生电动 就我产生一个电子跟一个正离子 那正离子没有办法移动 因为它就是固定在这经格位置上面嘛 它没有办法跑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这样 经由加入五架的元素去得到电子 但没有产生电动 那一般我们掺杂浓度如果不是很高的情形下 以后你大概在十个十八四方以下 我们大概都可以把它试做 不是掺杂浓度很高 那在这样的浓度情形下 我掺杂一个原子 它就会产生一个电子 以后这个我们就称作它会完全解离了 就我有多少原子进来 它就产生多少电子 但是它不会产生电动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时候你的电子的数目 就会远大于电动的数目 那如果是在这平等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max action都一样会存在 也就Np会是等于ni平方 那n会是看你掺杂多少进来 比如假设我现在掺杂十的十五次方个电子 就是直进来 所以它就产生十的十五次方个电子 那这时候剩下多少电道 由ni我们讲它是1.5乘以十的十次方嘛 对不对 那你平方起来是2.25乘以十的二十次方 那2.25乘以十的二十次方 那这边是十的十五次方 所以你的电动就会剩下多少 2.25乘以十的五次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加入5加的元素进来 你的电子数量会增加很多 那电动相对的会增加 下降很多 因为max action都跟我们讲 你热拼的时候 你电子电动的成绩 会是常数 所以这个增加了 那你增加的越多 p就下降的越少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热拼容下 那我们如果假设完全解离 那这时候 电子的浓度大概就等于nd 那nd就是你的concentration of donut 有5加的这个元素 因为它会贡献一个电子 所以我们称作它是一个 尸体 尸语的尸郎 donut 那在这边我们 电子就是用n 那这个下标n是n型的半导体 就是在n型的半导体 就是n型的半导体 也用nn的话 电子是主要宰子 所以它是多数宰子 那pn呢 大概就等于这个 n大一平方再处于nd 因为我们现在nn大概就等于nd 那这个式子其实会是怎样 我们如果假设nn远大于ni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式子来算 那如果nn不是远大于ni的时候 其实不能这样算 因为你的nd 你的参长浓度远大于ni的时候 比ni大很多的时候可以这样算 那如果没有比ni大的时候 不能直接这样算 如果当它比ni大很多的时候 你 total的量会是nd 加上 sermotivation的 那sermotivation的 电子跟电动会一样多 所以那会 电子的浓度会是nd加p 那电动的浓度会是p 那这个要等于ni平方 那如果nd比ni大很多的时候 这个p就很少 所以这个可以忽略掉 那这时候nn大概就等于nd 但是你的参长浓度 如果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就不能直接这样算 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去推一下 应该不是很难推的 好那反过来我们来看p型半导体 那p型半导体现在一样 它是一个一直半导 参长的半导体 那参长半导体现在它是加一个三架的元素 那我如果加一个三架的元素 你外围只有三个电子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最外围的这个能量位置 就还会留有一个 位置 那这个位置相对于其他的 这些电子的能量位置 电子其实有点点差 因为这也是正三 这边是正四 不过相对的这个电子 怎样 就是旁边的电子一样 比较容易把这个位置把它站起来 那位置站起来 这里就变成等一下 外围是八个电子 那一旦这里有电子 跑到这边把它占据之后 那这跑出来的电子 这里就留下一个空位 以后它会产生一个电动 那这个位置被占据之后 怎样 一样你这里是正三 那外面现在有四个电子 所以那就解离成一个负离子 那负离子一样它不会导电 它是带负电 但是它没有办法移动 所以我如果是加入三架的元素 比如像比较常看到的就是盆 那加进来之后它会产生一个电动 但不会产生电子 所以一样如果是在完全解离的情形下 那你加进来的浓度 大概就是你电动的浓度 那对于三架的这个元素 我们用NA来表示 A的话就是Acceptor 是受体 L它会是接受一个电子 应该只有这样受 接受一个电子 但大家不会讲 刚才是贡献一个电子 那这是接受一个电子 所以是Acceptor 那一样有Must-Acceptor 我们知道 PP NP 会是等于NI平方 所以NP 会是接近于NI平方再除以NA 那一样 这个会成立要在NA 远大于NI平方的时候 NA远大于NI的时候 不是NI平方 在这形形下的话可以这样进式 那如果不是很大的时候 是不能这样进式 不过 一般我们电子学看到的情形 通常在正常的参杂 P型半导体跟N型半导体都是这样 你的参杂浓度会远大于 本身宅子浓度 所以 用这样的式子去计算 大概都不会错 到这里前面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因为我们再看个例子 那假设一个N型的silicon 那在这里的话 你的dophan concentration 就是参杂浓度ND 是10的17次方 每地方公分 那求Electron 跟Hol的concentration at 300k 就是在300k的时候 然后电子电动的浓度是多少 那ND 它是怎样 downer 所以我们知道 它是股价的 所以 你主要材质浓度 NN 大概就等于ND 等于10的17次方 那这个的确也是满足我刚才讲的 这个远大于NI 1.5乘以10的10次方 比这个大很多 那PN 是NI平方再除以ND 所以在300k的时候 NI是1.5乘以10的10次方 所以这样算出来是多少 2.25乘以10的3次方 每地方公分 所以当ND 越大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少数宰子 PN 會越少 这部分 没有问题 沒有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宰室的流动的部分 停留